有自己來掛號 也有抱著小孩的 當寒流直衝全台極洞 拖著身體 戴著口罩 來診所掛病號的民眾數量 也跟著水漲船高 不吸道感 發燒 咳嗽 流鼻涕 喉嚨痛 那如果他又附加全身痠痛 很疲倦 這一類的病人你要高度懷疑 有沒有新冠或者是流感 A型流感跟B型流感都在流行 隨著氣溫奏降 掛病號的人直線上升 根據近四周的研究數據 腺病毒及流感病毒就是佔最多數 兩者就有近八成的比例 其次為負流感病毒 另外包括了呼吸道融合病毒 及新冠病毒等等 也都還持續在社區活動 不管是診所還是醫院來就診人數都很多 而這個狀況呢 從數字上也能夠看得出來 根據疾管署的最新統計 今年二零二四年第三周 也就是一月十四到一月二十號的這個區間呢 門級診類的流感就診人數 是高達了十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八人次 而這個狀況是近十年來的同期四溝 回想二零一六年初霸王級寒流襲擊臺灣 A B型流感就大爆發 不管是成人還是兒科 染病人數雙雙爆增 緊接著的農曆春節假期 全臺各大急診室被流感病人塞爆 就怕二零二四年的最強寒流 讓同樣狀況再重演 尤其根據衛福部健保署的即時訊息 台大醫院急診後床人數已經將近百人 病人一路瞞到大廳 各大醫院的就診人數也都在持續的往上飙 十二月到二月之間有所謂的跨年 有所謂的春節 那所謂的尾牙 這些活動 其實都很多的人流的移動 跟人流的群聚 那其實在這種呼吸道疾病 其實會增加 尤其剛好又在旺季 多多的因素加種起來 其實在這個時候流感的人數 甚至有一些重症 甚至呼吸道傳染疾病 在這個時期是最多的 那最近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在進到所謂寒流來的時候 不管是心腦血管疾病 或是感染的人數 的確都還是占住院的比例 跟就診的比例 還是占最大宗的 流感加新冠 雙重夾擊下 又來個超強寒流 眼看在兩週就要過年了 想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身邊的人 接種疫苗就是一大關鍵 截至1月22號 全台公費流感疫苗 已經接種超過644萬劑 其中65歲以上長者 有221.7萬人已經接種 接種率已經達到了52.9% 但是仍然還沒有達到 55%的目標值 儘管疫苗無法保證 百分之百不染疫 但也能夠有效降低 重症的發生機率 而除了靠疫苗的接種 提高自身保護力 也可以從平時的飲食 加強管理 講全骨類 五骨類 跟我們的蔬菜跟蛋白質 原因是因為我們人體 只要是感冒跟發炎有關 都跟我們的免疫系統有關 蛋白質它第一個 它提供我們身體架構組織之外 它跟我們的免疫能力 就正相關 低脂肉類 然後低飽和脂肪 我們比較說 紅肉就要少吃一點 我們70%的免疫細胞 都從我們的腸道出來 所以說 這些全骨蟑螂類的膳食纖維 如果能夠顧好我們的腸道 我們的免疫功能 基本上就是能有一定的表現 那蔬果的攝取 它跟這個所謂的植化素有關 我們講三高 這一類的民眾就要注意保暖 然後跟平常的飲食習慣 就要更加注意 寒流發威 全台持續低溫 想避免病毒找上門 從保暖 飲食 到疫苗 平時就得要加強防護 一部分 小數字 兩部分 有些集団